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config config呢 我给你简单看一下 看起来还是 比较拉风的 就是比如说这是我的一个管理实例 我就能够看到类似于这样 时间线上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改变 你可以去看一下 大概就这东西啊 可以看一下 他说呢 awsconfig就像一个时间机 你能够使用他看到这个资源 在过去的任何时间点 任何时间点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明显是一个 这是SSM agent 从这个版本升级到这个版本 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时间线的修改 比如说 之前没有 现在就装了这个这些东西 装了这一堆东西 OK 好能够看到一个资源与另外一个资源的关联 看到一个修改对另一个资源的影响 比如说EBS的券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记得我应该有 关联 比如说上次我应该做过一个比如说像 像安全组的改变 他就说这个改变了之后呢 他会有有有雷几个东西 跟这个有关 你看这个就没有 他只是EC2他自己 这也应该是EC2他自己 有些就能看得到有些比如说柳方还发现他说这个比如说我对看看这个 那我看看资源 security group 应该是第一个吧 应该是第一个吧 就他 看看时间线 好来看一下啊 好比如说这明显是以前没有现在增加了43的这个这个放心的内容 然后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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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 group 你不是改了吗 他会影响到谁呢 他会影响到这个接口 他会影响到这个VPC 他会影响到这个实力 OK 其实我觉得前段时间有个哥们就说 他说这个 Security group 是AWS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说我会创建很多的EC2 我并不知道哪些用了这个EC2 其实用个config 你看就能够有效的看到说这个 谁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而且你一改他说会影响到哪些东西的一些接口 一些VPC 一些实力你看不就可以看得到吗 对吧 好然后呢 CloudTrill只是记录事件 刚才我们再回顾一下 CloudTrill只是记录一些API的操作 之类的东西 CloudWatch呢就是能够打一些指标 然后呢可以有相应的告警的行为 但config呢就给了一个全盘的一个历史的一个 宏观的这么一个使图 可以看到他们在什么时间点被配置 可以查看安全问题 你能够了解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用户拥有的权限 甚至可以对那个时间点做相应的 这个配置的快照 做一个报告 做一个报告 就这个时间点的那些相应的配置 你可以拍个快照 当然了我觉得 你要激活这个 翠勇 你要激活这个翠勇 就能记录这个操作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 是哪个API跟这个事有关联的 就是哪个人 又怎么 怎么了 怎么去操作的 这个就可以做 然后便于里排错 便于里能在这个问题出现的那个点 你找到那个问题出现的那个点 看看做了什么样的修改 OK 这样的话 比如说经常我们一些系统出了问题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了什么东西 但是呢有这个config就能帮你记录 什么时间改了些什么样的东西都给你记下来 OK便于里排错便于里能在 这个问题刚刚出现的那个时间点 看看那个时间点 看看这几个时间点 大概做了些什么东西 可以了解修改 就是了解任何一个修改 会影响到哪些哪些相应的资源 好然后呢就是有一个configuration recorder 他默认是激活了的 他默认是激活了的 就是他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不断的帮你去记录 配置这个记录器 这个就是配置记录器 发现存在的资源 记录他们的配置监控修改 追踪这些修改的时间 默认监控所有的对象 在你配置他的那个region 他在玩也是跟region有关系 就是他天生就是激活的 然后呢只要是你创建了新的实力 他就一直帮你记这种东西 比如说看看 比如说安全组 时间线 帮你记录我什么时候创建的 OK 这个有点早了 OK 我应该是有段时间我反复用这个 这个这个组用很久了 你看每一次修改 都会看得到 相应的东西相关的 都看得到 OK 他就一直帮你记流水上 然后呢 这个configuration items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每一个是configuration 哪一层就每一次这种记录 他会帮你记录下来 记录那个时间那个资源的设置 OK 也包含特定资源与其他资源的关联关系 你看啊 详细介绍 关联关系嘛 然后相应的改变嘛 这应该就是 把它 附到这个接口上 这个操作 OK 相应关联的 相应关联的东西 好 而且呢 他最终每一个资源的这个操作 就算资源上了 这个东西依然给你记录下来 一直给你记着的 好 每六个小时当一个资源产生的修改 AWS 就投递一个配置历史文件 到一个S3存输桶 S3存输桶呢 就相当于是叫做一个 投递的一个channel OK 每一个服务呢 有一个独立的文件 这个东西呢 好像并不是我们正常的存输桶 就是他应该是AWS自己帮你产生的一个存输桶 我看看他好像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存输桶应该是他自己帮你创建的 这应该是AWS自己帮你创建的 这个这个存输桶明显不在 我的S3里面 他在给你 你看另外一个账号下面的存输桶 这个不是归我们管的 他肯定不是在我的S3里面 OK他不断的会 会把这些东西存到一个 另外一个账号的S3里面 反正这个S3存输桶反正你访问不了 你看这明显不在我的S3里面 OK 每一个服务呢都会有个独立的文件 不断的帮你记 就是记这个东西 然后给你每六个小时产生一个文件 放到别的账号的S3里面去 OK反正你是管不了你也删不了 好还你还可以为这个为这个拍快照就是你可以去周期性的去做一个你可以手工去拍快照 而且可以你可以周期性的定一个频率自动去拍快照 就是不断的去把那个那个 都记了个快照 OK也就是说 其实你看这种东西的话 那都是有配置修改的时候 才会有相应的记录 这种东西都是有相应的修改的时候才会有记录 对吧就是有有有有有修改才会记录 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给所有资源统一在一个时间点拍个快照 能够记录这个时间点所有的这些这些东西的一个状态 可以做快照 但是用命的行坐也可以周期性的拍快照也是可以的 好监控的修改他资源一次被修 每一次被创建修改或删除都会去产生一个这个玩儿 产生这么一个玩儿 OK一个资源的一次修改将会触发 触发修改资源和与相关的资源的一次这个东西 但是我发现啊其实 其实呢我我至少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只会他确实会创建这个东西 他也会记录相关性 但是呢他并不会在这个资源里面去记录 记录记录这个secure group的修改 反而我发现是并不会的 只会说修改了跟这个有什么有关系 但是并不会在这个接口下面啊这个资源下面 记一个相关性 我发现是不会的啊 比如说这个被修改 那么所使用的这个东西都会被记录下来 就是他一旦修改他会说用了这个sg的这些实力都会被修改 但是在这些实力的这个那个时间线上面 我记得是没有记录 而我看了是没有记录 然后这东西那是不能删掉的 他默认七连保存七连 然后只会被删掉 嗯 好你可以当然了你说你就不想记也可以 但天资单是帮你记了的啊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他关掉 你就不给他就不给你记了 嗯 嗯 好然后呢还有就说如果说前提里的EC2呢装了System Manager 他会对你的软件 的资产基因记录就说你装了什么样的软件 就刚才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的那个资源 你会发现他装了些什么样的软件 我的键盘挂了 搞笑了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实力 那刚才看到了一些相应的 改了些什么样的一些软件 那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装了System Manager 他能帮你收集这个实力下面的这些 软件信息 所以说装软件 那这些东西也都会被记录下来 升级呀装软件都会被记录下来 好还有怎么办法呢 你还可以做一个这个规则 比如说啊 刚才我刚才我举了个例子 就说我们的所有EBS券都需要加密 你创建一个规则 他会周期性的帮你去评估这个规则 如果说你发现你装了一个EC2 你装了一个EBS的券 然后发现不加密 他就会告警 他说你才会周期性的运行 你的规则 来判断你这些合不合规 如果不合规 他就会通知你说 你有一个EBS券是不合规的 OK他也会帮你 不仅会帮你记什么时候被改了 而且会拍任何时间的一个 所有的资源的一个快照 还能够帮你有一个规则 不断的去评估你这些 你这些实力有没有合规 如果不合规的话也会通告给你 OK 这就是他的config 这一张就讲完了 但你会发现这个功能是真的 我觉得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虽然说 界面做的缺心眼 这是界面还是 我觉得AWS的界面 那真是也是反人类的 跟斯科 也比斯科强不得去 缺心眼的特性是一致的 但这个功能本身 就界是跟斯科一样的功能是绝对够强的 OK 而且整合度绝对做的非常不错 OK 只是说你要如何去玩他 那我觉得图形化界面确实不行 你如果说啊 你要熟练的掌握他的这个代码级别的运维 我觉得确实在这个整合度是足够流逼的 啊 全部的监控 全部的日志 全部的时间线的这个配置的记录便于你随时监控你的志愿随时排错了解问题 OK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七章 咱们就讲到这儿 你就让我们开始第八章的介绍